农历过年前依照了传统习俗都会将吉祥喜庆的春联贴在家门上 来为来年且安求福 华联市公所和长青书画会合作 18到19号两天举行了现场辉豪送春联的活动 一早就吸引了许多的民众到场免被索取贺莲 现场是满满的年节气氛 华联市公所举办111年迎新辉豪赠春联活动 由长青书画会十多位的书法家在市公所前广场辉豪 理事长汤大黄表示预计两天要发出上千张春联 希望每位民众可以拿到新年的喜悦与祝福 那我们每年都会邀请十几位的那个书画家 有现场辉豪春联赠送给市民 这也是市长的美意 那我们市民都拿得非常开心很高兴 因为可以有书画家的一些末宝 他们有的都非常珍惜这个春联 因为他们可以写自己喜欢的字句 市长渭嘉贤在现场欣赏书法名家写字的风采 也欢迎乡亲踊跃起来索取春联 那也要准备要迎新年的 那在华联市公所有一个传统 就是在公所的广场前面 都会邀请我们非常知名的书法家 那今年是邀请到长青书画会 一起来做相关的一个春联 写春联送给市民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说 每个市民朋友如果需要的部分 可以来到华联市公所的广场前 那今天18号明天19号两天 都有相关的春联可以来领取 那可以写自己喜欢的字 那为家里面增添更多的福气 增添更多的喜气 那在此要祝福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们 市民朋友们在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新年吉祥 苦年行大运 民众可以在现场提供的春联 对联当中挑选自己喜欢的 也可以提出需求请老师来书写 还有书法家发挥创意 运用毛笔绘制各种老虎图案 作为落款 相当讨喜 民众拿到春联都爱不释手 市长威家贤也和主任秘书 中国美华及理事长汤大黄和强青书画会的老师们 一起向所有的市民来拜早年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虎虎生风 幸福花莲 介络会幻视报道